但是它唯有控制人民不讓它兌換成美金拿走 這方面你就下了一閘不讓那個自由 就是那個資金出入 那你唯一可能就是你的人民幣就要調控了 調控就是你不可以讓它好像 美元兌歐羅、美元兌日圓這樣自由出入 你就要自己去調控它 那一路的調控呢 因為你一路順勢嘛 過去幾年多 那你不就由7.18走到6.2多 那現在這幾個月由6.2多走到6.3多 牛皮了幾個月 那這幾天就會破了6.4了 那換言之 即是說人民幣呢 由於這個息差 令到它經濟又看淡 那那些錢進來投資的境外機構要撥錢走 令到那個人民幣受到多方面的壓力 只不過它不能夠 即不是衰到好像 譬如盧布那樣 俄羅斯盧布那樣 一插插你四五十個百分之 那你就要看它呢 它必然是逐步 好像滑滑梯那樣滑下去了 因為你看不到經濟會好 也都看不到 美國會停止加息 你也都看不到 人民幣 中央銀行會停止量化寬鬆 那通通這些事情 每一個原因都是 令到你那個人民幣是貶值的 那這個答案就是 寫了在我們後面的背景上 就是人民幣一定要下落